那你們中午休息時間吃飯要多久啊 大部分的人是兩個小時 哇 好好 在公司裡面吃都要兩個小時欸 欸 你才法國吃飯欸 你需要時間啊 像意大利一樣啊 可是萬一我公司規模沒有那麼大 我沒有餐廳怎麼辦 外面吃 公司會給你餐券 蛤 餐券去哪裡 餐券 餐券對啊 然後大概你付百分之二十Percent 就是這樣 然後公司付另外一遍 哇塞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去餐廳 那時候也可以去家樂服啊什麼的 賣菜啊什麼什麼的 所以他等於知道沒有員工餐 他就給你餐券 讓你自己去外面吃 對啊 這樣 而且好像是通用的欸 通用的 欸 對 都可以用 他應該是像那種現金券那種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專門從台灣去法國 藍帶學甜點 而且在法國 你們是不是很鼓勵大家休假放假 我就是想去法國找他 他跟我說 你每年的七月來就好 七月來就好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法國是 那個巴黎市政府會把 真的海灘裡面的沙 運到塞納河畔 把塞納河畔原本是車子走的 然後變成整片的海灘 不是這樣就沒事了 上面會擺那個 曬太陽的椅子啊 陽傘啊 打沙灘排球的設施啊 還發兩百個比基尼女郎 坐在那裡 沒有 原來不是沒有啦 還不是外景 然後酒吧全部就設在那裡 鼓勵你趕快下班 就來這邊度假 來這邊休息 是這樣對不對 對啊 是這樣 而且七月其實法國 根本沒什麼人啦 大家不是都去避暑了 對啊 一般的人也會休假去南部 或者去海邊 怎麼會休假啊 天啊 聽了那麼多福利 所以今天第一名就是法國啦 耶 幸福 這個人比人真的是氣死人啦 喜賴切你要撐下去喔 加油 那我們聽聽就好了 還是努力工作啦 因為呢 你 還有二十年的房貸要講 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啦 很現實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二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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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